剛剛一個群友 久友來找我 我們在聊天 他臉就很臭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跟他老婆吵架 後來聊一聊我跟他講了一句話 我說感情就好像一條水溝一樣 這個水溝要有溝也要能通 對不對 當然我們都希望這個水溝能通 因為感情是長長久久 但是呢為什麼會那麼多的離婚 就很單純嘛 水溝 你在溝沒有通 沒有通會日期月累 你的源頭就會爆發 就會山紅爆發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自己去想想 你覺得你現在還年輕不到40歲 你的上游你那個水壩是能夠撐多少的水 但一旦到你臨界點爆發的時候 但是在溝通是要講求一個藝術 沒有錯 但是更有的藝術也沒有用 為什麼 你很會講話 但是跟你講一個觀念 男人跟女人 女人跟女人 男人跟男人都一樣 相關要正確 溝通才有效 相關就不對 你怎麼溝通沒有用 對不對 你看 老一輩的都是因為小孩子 像我媽媽以前也是跟我爸爸 整天玩 整天吵你 甚至還動手 但我都覺得 在那個年代是因為親戚不獨立 現在這個什麼年代 大家親戚獨立 為了自己 下半輩子 不是下半生 下半輩子著想 切記 這個水溝要溝也要通 祝福各位 拜拜